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下掌声一片敬佩并支持 消失的那三个小时让刘嘉玲成为了更强大的人 刘嘉玲15岁才随父母从苏州搬到香港 四年后她前去报考艺人培训班 梦想成为演员 但那时的刘嘉玲只是一个连粤语都说不好 考官肯定了她的表演天赋 但因为粤语不好便没有录取她 回家后刘嘉玲苦练粤语 每天跟着电视学习 就连卡通片都不放过 那时她还在商店做售货员挣零花钱 客人成了她最好的老师 每当有客人进店 她都热情打招呼 并用粤语介绍商品 热情勤劳的她 销量提升的同时 粤语也越来越好 第二年 刘嘉玲再次报考艺人培训班 并顺利被录取 毕业后成为无限签约艺人 但成为艺人后 刘嘉玲并没有迎来大红大紫 她不像好友曾华倩 梁朝伟一样 第一部戏便被定为主角 她的第一个角色连名字都没有 但刘嘉玲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她行商很高 很快和同期的吴君如 曾志伟等艺人成为好友 大家有工作也会互相推荐 而且刘嘉玲从小练体操 身形 气质非常出众 加上好友的帮忙 刘嘉玲很快便从龙套变成了配角 并逐渐当上了主角 1984年 刘嘉玲出演了梁朝伟版的陆顶记 饰演芳怡 并在同年和梁朝伟张曼玉 共同出演心扎师兄 那时 梁朝伟并不是刘嘉玲的男友 张曼玉也只是心进港姐 虽然的关系还没有发展成 外界盛传的三角恋 那时梁朝伟的女友还是曾华倩 而刘嘉玲不久后便遇到了许庆亨 但许家长辈却不愿意儿子娶一个女明星 不允许刘嘉玲进门 即便刘嘉玲不指望加入豪门 锦衣玉食的许庆亨却离不开豪门 两人最终遗憾分手 刘嘉玲再次拼命拍戏 许庆亨转头娶了赌王的女儿 何超穷 有趣的是 刘嘉玲后来跟许家父母 保持了非常好的关系 视他们为自己的长辈 还一起吃饭 而许庆亨与何超穷离婚后 最终也不顾父母阻扰 取了口碑极差的李嘉欣 娱乐圈向来看重话题和热度 早年的香港娱乐圈同样不例外 经过许家豪门的故事 刘嘉玲的人气和热度不跌反掌 给他送来的剧本也更多了 他来者不惧电影 电视剧 舞台剧多面开花 但走红并不一定就是好事 当时的娱乐圈非常混乱 大部分电影公司都有黑道的参与 他们做事风格并无道理可言 那时 香港的三大帮派 基本上都染指了娱乐圈 最出名的便是 相氏兄弟的永胜公司 相家兄弟同时是 信义安的华氏人 另一帮派连功乐也通过 邓光荣成立了大荣电影公司 14K的胡须勇也和蔡子明 成立了富裔电影公司 这家公司几乎同一时期成立 帮派实力不相上下 永胜公司靠着周润发和周星驰的 赌神赌胜系列大出名号 邓光荣也投资了王家卫的 望角卡门 阿飞正传 并非这些帮派大佬 在电影艺术上独具慧眼 而是他们垄断了资源 没有人敢拒绝他们的要求 把香港最好的导演 编剧演员 聚集在一起 自然能出品好作品 那是香港电影最疯狂的年代 拿古惑仔举例 这部电影只拍了七天 集中了一批新演员 但收获了2000万票房 这样的暴力让电影圈为之疯狂 帮派大佬们同样疯狂 但最辛苦的便是演员了 尤其是当红的演员 经常被逼着拍戏 在大佬面前 演员只是空有名声 根本没有地位 拍完戏 拿不到片出的演员 也不在少数 这样的剧本 同样找上了刘嘉玲 但她由于工作太密集 感觉身体支撑不住 便推掉了剧本 很快 她便遭到了报应 就在刘嘉玲 推掉剧本后不久 有一天 曾志伟约她打麻将 她独自开着车 前去增加赴约 半路上 刘嘉玲感觉有人跟踪 便踩紧油门加速 结果 竟然由于紧张 将车子 撞到了防护栏上 不能动了 随后 从后面车上 下来几个陌生男子 将刘嘉玲带走了 曾志伟还在家 等不到刘嘉玲 电话也打不通 便打电话给梁朝伟 而梁朝伟说 她早就出门了 大家这才意识到 可能出事了 赶紧出门 各自找人 此时的梁朝伟 已经紧张到 无法开车 张学友开车 载着她出门找人 一路找到曾志伟 家都没有见到人 此时 刘嘉玲 却头发散乱地回来了 一脸惊恐 距离她失踪 已经过去三个小时 梁朝伟 先将刘嘉玲 带回家休息 第二天 众人陪着她一起报案 她说 丢失了现金和手表 此时过后 刘嘉玲半个多月 没有出门 正在拍摄 《阿非正传》的梁朝伟 也冲突退出 留在家里 陪伴女友 原以为这件事 就此过去 然而 十二年后 这件事 再次被犯了出来 最初是香港某杂志 刊登了 酷似刘嘉玲的不雅照 照片上的人 被捆住手脚 被黑布蒙住眼睛 五官惊恐的变形 很多人都以为是 有人模仿刘嘉玲作秀 并没有在意 只是 刘嘉玲和梁朝伟知道 那些照片 就是她被绑架时拍摄的 那是刘嘉玲经历的 第二次内心挣扎 梁朝伟只是默默 陪在她的身边 度过这个艰难的时刻 最后 刘嘉玲主动站出来承认 不雅照 就是她本人 并说出了自己 曾经被绑架的真相 香港金牌配绝成惠民的补充 让这件事更加完整 她不仅是电影明星 还是14K的话题人之一 在香港帮派中 享有很高的地位 就惠民说 刘嘉玲被绑架后不久 她便知道了这件事 她早与梁朝伟和刘嘉玲相识 有些私交 香港帮派之间 非常讲规矩 重视辈分 这样让刘嘉玲崩溃的事情 在陈惠民看来 却是小事一桩 她亲自出面 帮他们把照片要了回来 足足有一百多张 并警告对方 不要再骚扰刘嘉玲 挟持刘嘉玲的人 在香港不过只是小头目 只是因为 没有接拍他们的电影 想教训她一下 被陈惠民警告后 便没有再出现在刘嘉玲面前 后来 这个头目也坐了牢 这件事便就死成风 没想到十多年过去后 她却意外发现了几张留存的照片 便将这些照片 高价卖给了某杂志 某杂志为了噱头 丝毫没有考虑艺人感受 公开大幅刊登在了自己杂志封面上 这件事公开后引起了轩然大波 某杂志社用艺人的伤疤薄眼球 为人所布斥 这件事更引起了全港艺人的愤怒 他们纷纷停工 走上街头游行示威 举着丧尽天凉天地不容的牌子 抗议某杂志社的恶劣行径 这件事从在娱乐明星的影响下不断发酵 愈演愈烈 从演艺界的抗议演变成了社会各界的发声 反色型组织同样加入抗议 东周刊的行列 警方也宣誓 一定要将罪魁祸首 缉拿归案 而东周刊的总编也被扒出 曾经在苹果日报任职时就以大胆博出位而出名 在各界压力之下 东周刊倒闭了 旗下200多名员工瞬间失业 同时贩卖照片的头目也再次入狱 而刘嘉玲则在几天后就恢复了工作 他的确比他想象中坚强 而他的合作伙伴 广告商也都给予他了支持 他的事业并没有因此受到任何影响 此事过后香港媒体依旧对艺人的私生活趋之若鹜 艺人度假期间或者在家中拍到不雅照片不在少数 香港艺人依旧十分无奈 一边抱怨一边和媒体出傲关系 但像刘嘉玲这样恶劣的绑架事件再也没有出现过 帮派的势力也逐渐退出香港娱乐圈 当年风光一时的陈慧敏甚至在患癌之后付不起医药费 随着香港影视剧的没落 曾经有东方好莱坞之称的香港已经无法吸引世界的眼光 但事件主人公刘嘉玲彻底走出了阴影 多年后面对记者的提问 他能够自如应对 并且感谢这次经历让他变得更加强大 2008年刘嘉玲和梁朝伟在布丹举行婚礼 连而一时走过了二十年的风雨与荣耀 不善交际的梁朝伟说 刘嘉玲是他的驱魔神 而在刘嘉玲人生的至爱时刻 也都有梁朝伟的默默陪伴 有些经历并不值得感谢 但是无从选择 不能更改只能从中找出好的一面 自我肯定 毕竟人生那么长 那只是几个小时而已